因為其實您昨天也有講到說 你這個決定其實很多幕僚都不知道 那其實現在黨內很多人包括像是三三姬也致函 都先後傳出要請辭 那甚至有可本要求退錢 那甚至我也聽說航18號有可能會有一波 如果你敗了之後離職吵 你自己覺得你到底怎麼樣挽救你現在黨內低你的氣氛 第一點喔 的確的喔 這個是在選民結構上 臺灣民眾黨一個很大的特色 他這個就是臺灣民眾黨的黨員結構 我支持群眾你知道 他大學以上是85%的 60歲以上只有3%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年輕高學歷的政黨 你要叫這批人去投國民黨真的是很困難 這個是事實 那所以 不過是這樣喔 到現在為止 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們看過民調的都是 都是柯文哲贏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柯侯佩會贏 所以這樣 接到電話請大聲的說出 唯一支持柯文哲 唯一支持柯侯佩 主席想問一下就是因為你昨天你也承認就是說昨天的決議 你是沒有跟你其他幕僚討論過等於是你一人決議那既然這樣子的話為什麼你還要跟幕僚這樣子的討論那你們是一個政黨你這樣子一個人決定那 那現在也傳出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幕僚對昨天的決議都很神氣那 也有傳出說像是珊珊還有志涵他們有跟你來提理職那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那是不是也可以請珊珊還有志涵也可以回應一下 哇 你要點名那個當事人 我昨天那個說不要哭是指你不是指陳志涵 沒有我跟你講這個我也在反省 因為一開始我們 其實一開始我們在之前就有講過說如果民調統計上沒有差別我們也願意讓 不過當時是講柯侯侯侯侯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柯賴侯賴 所以這個我們事先 因為民調已經看半年了嘛 所以知道這個領先相當大其實是讓統計覆察這個也不怕 不過事實上柯侯配跟侯侯配 他那個會被抹平掉 就是說 這個跟柯賴侯賴對那個賴消 跟那個柯對賴侯對那個侯對賴 這鑑別度差很大 所以我也同意啦 這個一開始說如果這鑑別度縮小的時候就不應該再讓 不過是這樣啦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是這樣啦 有時候 我要跟你講 我這次去南部你知道 繞一圈我就發現 老百姓怎麼會 內心非常不安 所以我當時在想說 如果沒有考慮個人 沒有考慮個人 考慮一個 讓老百姓 不好意思 讓老百姓可以心安 一些小小的退讓是可以 不過我會知道年輕人 你要叫年輕人投國民黨很困難 這個還要用力說服才有辦法 我來回答一下 第一我沒有請辭 我昨天下午 忙著研究最近的民調 第二晚上有記者問我的時候 我也回答他說沒有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謠言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製造這樣的 對不起喔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應該在這兩天 全力的支持台灣民眾黨 還有在家裡手電話 接到手機不要拒訪 最重要是要支持柯侯佩 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台灣民眾黨所有的幹部 都一樣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 這種謠言就 停在這裡 現在接下去的是要打一場勝選的仗 第二個問題就跟您追問 因為你我看台G有發一個影片 希望來催票 那 但對比朱主席在日前其實公開喊出情 主流媒體快做民調 那事後兩三天後 其實就有一些 大家可能認為偏偏猴的媒體 發布了猴科大魚科猴的民調 你覺得這一切是有一個 預先的布局在嗎 就這樣啦 我們當醫生的缺點就是 我們每天看到都是病人 病人不會騙醫生 不過回到真實的社會 發現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我最近常在研究說 為什麼醫生不適合重症 醫生很少聽到謊話 病人騙醫生要自討苦吃 問題是在真實的社會奇怪 我發現當市長以後就發現 不太容易聽到真話 所以這是我們的缺點 但是我還是這樣 我還是保持寧可說心存善念 不要一開始就把別人想說 哇 這邊最排事情 當然的確是有 但是 我還相信 這個社會絕大多數還是散的力量 要這樣想 不要緊張啦 統計數字上看起來都是 柯 柯英很多 我 到現在為止 除了這兩天突然出一大堆奇奇怪怪民調出來 但是我也說我們有三個民調專家嘛 有頭有眼的民調專家 他也 他總不能說這個公司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現在突然做了一千分出來 這個當然就有問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